下次跟你講一下 If you want to print the match OK,開始 在這裡面 在文件裡面 能後找到一個打印 Find the item for printing in the violet 然後在這裡面 選擇你需要的那個打印機 你的打印機是哪一個名稱,你就選擇哪一個 Select the printer of yours 能夠點屬性 Click the properties 能夠在這裡面 選擇自定義 Select the customize 能夠在這裡面 選擇ICM Choose the ICM 能夠再點高級 Click the advanced 能夠在這裡面選擇 顯示所有期限 Select Display or curve 能夠再在這個打印機特性 打印機特性裡面 選擇你 還是安裝的那個曲線 還是安裝的那個曲線 Select the curve software 我剛才閃亮了那個安裝曲線的內部 安裝的那個曲線 剛才安裝的那個曲線 然後確定 Enter 確定 然後就是這裡一個 一個這裡是這位卷子 這個曲的來源是這位卷子 OK Set up the paper for raw paper 然後這裡一個台子 要選擇關掉 OK Set up 然後這個 觸定的尺寸 就是尺寸跟你那個大小需要是一樣的 你那邊是什麼多大的尺寸 那你那邊是什麼多大的尺寸 那你那邊是什麼多大的尺寸 確定 Enter 然後確定 然後點打印就行了 最好打印預覽一下 OK Preview your printing 然後點打印就行了 OK Then print 然後點打印就行了 OK It's done 可以了 就這樣 然後我剛才曲線好給你了 就剛才那這個曲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